台東機場被一群恐怖分子攻擊佔領 陸軍台東地區指揮部立即下令 裝甲運兵車防恐快速部隊 趕往機場攻堅反制 防恐快速部隊 靠著平常精煉操演 才能迅速將恐怖分子反制 M60A3 105公里戰車 也加入表演操練 加竹馬力放出白色厭惡 讓敵軍看不見戰車及友軍的身影 這是陸軍太平營區營區開放 讓台東民眾能瞭解自己的子弟 在部隊生活及平時操練的情況 全民國防是我們國防部 很重要的一個施政政策 目的就是希望藉由全民國防營區開放這個活動 能夠邀請我們地方的首長到學校 還有我們周邊的民眾都能夠共同來參與 讓我們的全民都能夠由關心國防到參與國防 而在太平營區服役的阿兵哥或自願軍事官 大多都是台東人 像這兩兄弟都是福治院議事官 也都在同一單位服役 哥哥郭建祥是中士班長 他入伍後覺得部隊生活和放假都很穩定 薪水又好 才叫的弟弟也投入軍職 為什麼會跟著哥哥一起進來 當初覺得成軍還不錯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裡面鍛鍊自己的體驗 像他們兩兄弟一樣 一起來當自願士兵是越來越多了 再看這群士兵 不管是操演防恐快速部隊 還是刺槍術 都相當的精煉 也難怪能贏得在場來賓的掌聲 東台新聞陳吉野台東太平採訪報導